部分的話,就是放在我的,除了我的那個Poto裡面之外 另外的話呢,我也會分享一些文章 就是說呢,像比如說一些可能比較進階的用法 如果你對於那個VBA或Excel的用途 假如說有更進一步的想要了解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到部落格裡面稍微看一下 因為最近我有在PO一個就是直接用VBA OK,去了解說一個儲存格裡面 到底哪一些是數字,哪一些是英文 那常常有那個同學在工作上會遇到就是說 他只需要數字,可是裡面有很多數字英文還有中文 還有其他的符號等等 他只需要文字,只要數字部分的話 那怎麼辦 OK,如果你不會,你只能突發練跟慢慢來 但方法總是要想出來 如果你想出來,你工作就結束了 那以後就很快可以下班了 那你的工作就非常的愜意 所以為什麼有人上班很愜意 但是他事情還是做得完 然後又做得非常好 我是覺得最重要還是要會一些專業的方法 OK,像這些東西一定要會 那當然要會哪些方法 不外乎當然你可能要會這些函數 或者甚至你乾脆直接會VBA 你如果會VBA上面這些方法都不用會 至於想要怎麼做 也許這邊底下我有一個說明 甚至程式也放在這邊 如果有興趣同學 不過這個已經算是比較高階的 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再看過 然後另外的話,完整影片也會放在這邊 所以我的部落格裡面除了會有一個說明 然後會提供完整的程式之外 也會提供完整的教學 OK 所以裡面當然底下都會有類似像這些東西 甚至的話呢 還有一些其他的 這個其他的連結 所以如果你想要學習更多的話 這裡一定有非常多你可以學到的東西 當然因為你們現在程度可能有些同學 還沒有跟上 不過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目標 OK 然後底下的話 除了說有認真的工作之外 也會有認真的玩樂 所以底下我還分享什麼 比如說叫舊的文章 我還有分享去那個 我上個禮拜跟各位講 上個禮拜剛好我是凌晨的時候才回到台灣 然後凌晨隔一天早上 我是上上個禮拜課程 但是 所以我就把上個禮拜 我到底去哪邊玩的一個心情 做一個紀錄 OK 然後放我自己的照片 當然我這邊有講到 裡面的話 當然第一個我去 第一天先抵達 那第二天的話就到那個白川祥 OK 然後其實為什麼去 因為一直想看到人家很想要去 人家拍的照片真的非常漂亮 就想說能不能去看看 到底要怎麼去 有沒有 就這個啦 河掌村 OK 怎麼去 而且在那邊真的行人最大 都沒有車子 感覺真的很好 走起路來還蠻舒服的 就河掌 然後一直爬到半山腰就看到 然後一直往上看到更多 再往上看到更美 OK而且這簡直就是一幅畫 OK 但因為那一天天氣實在太熱了 所以待的時間也不長 大家就晃一下晃一下 就回家 所以這邊的話 我也有分享一些類似像這種吃喝玩樂的 OK 如果你對於這有興趣的話 也許 還有去一個那個什麼火車 鐵道博物館 OK 諸如此類的 另外的話呢 那當然更多更多的東西吃喝玩樂的 這裡面都有啦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主要是在那個就是還有這些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你們上課如果你有來上課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除了說我會點名之外 你也可以試著在這上面簽到 也就是說如果你利用課後時間 不是利用上課時間 你也有來上面上面學習的話 那你不忘了簽個到吧 你就選一下 你的身份 原製大學學生 那你的學號跟你的姓名打上去 然後告訴我你今天想要學什麼 比如說今天是e-sale OK你就選那個e-sale 這個有嗎 函數到VBA 程式設計 然後到底來做什麼 比如上課簽到 如果你今天有來 你就上課簽個到 提交一下 那就會到我的那個Google表單裡面 會有個紀錄在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說明一下就是上課還是盡量讓我知道 你有做很多的努力 因為其實最後成績的評量裡面 還會有一個就是你的平常表現 那我怎麼知道你平常表現是非常認真的 就是要有一些紀錄 就像說我為什麼會寫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我不寫當然也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我寫完之後 我感覺我真的就做完一件事情 但是我都不做 我過一段時間我都忘記我做什麼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我很認真的寫 而且我還寫說為什麼還把它當成論文來寫 為什麼要去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出國了 OK 當然很多同學都誤會說我一直在出國 其實是誤解 然後 當然我其實已經去日本 應該超過20次了吧 然後呢 每次回來就想說 如果我的日語能力能夠更好的話 那會更好 那當然在那邊玩起來會更愉快 所以我一回來之後 其實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開始學日語 雖然我現在日語能力還是很差 但是我想 我總有一天 我希望能夠跟當地人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對話 OK 那但是有個目標啦 我就一直在做 但是 覺得學語言真的是很辛苦 學很久 好像還是學不到 太多東西 就跟你們現在學這個東西是一樣的道理 需要時間 OK 那反覆學習 就像說 我甚至我剛開車來的時候 我在車上 一直在播放的是什麼 日語的 學習的那個MP3 OK 那就是不斷的聽 反正開車不能看只能聽 那因為聽 兒如木蘭 久了之後我也會了 對不對 OK 就是要有個決心 那另外當然也是希望什麼 能夠不要浪費時間 然後呢能夠在交通上面能夠更舒適 住宿能夠更舒適 離車站更近 然後呢 費用更節省 OK 每個環節每個環節都非常花時間 那當然我就做了很多功課 OK 所以我去哪邊 大概是這些地方 然後我來分享一些 我怎麼訂機票 訂了多少的費用 OK 然後坐哪個位置 而且我還故意選位置 為什麼 因為第二排 一定是比人家早下飛機 真的耶 我都排第一個 我一下飛機之後 第一排前面基本上只有坐兩個人而已 前面好像沒有 反正前面都沒什麼人 OK 位置也比較大一點 但是你要多花360塊 不過我覺得這個費用應該是值得的 OK 所以這邊 另外我會帶一個藍牙耳機 當然一定必備的 而且還要帶個小指 因為在聯航上面其實沒有 娛樂設備 所以我就做了 直接自己自備給走 我覺得還蠻愉快的 在車 在飛機上還可以看很多影片 就是做一些功課 其他的話要做什麼交通 因為在日本的話 他的交通實在是太昂貴了 至少是台灣的三倍左右吧 我給他估算一下 所以你大概就買個票券 就可以在那邊很自由的去旅 另外的話住哪裡 其實因為我去了很多次 所以我也辦一個會員卡 東橫 車站一出來怎麼都是東橫的 我就辦了一張 這一次真的用上了 而且他住十晚還送一晚 他也跟我講說 你已經幾點了 再住個幾晚你就即將又多一晚了 OK 那這不是感覺叫我一定要再去嗎 再多住幾晚 很想啊 但是沒那麼多時間吧 時間就是要擠出來的 其實我也很勉勉強強擠出七天的時間 然後後來又住京都塔飯店 因為之前去京都塔覺得還蠻漂亮的 而且又可以看京都 那邊有飯店我想說住看看 果真不錯 而且費用其實並不貴 比台灣還便宜 我就嚇到我想住看看 真的 而且那邊的服務態度真的是超好的 OK 然後就出發了 我就一路怎麼做 然後等等的 怎麼一些 然後飛機飛到那邊的一些紀錄 我把它紀錄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可以 稍微參考一下 OK 當然我也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可以用一些方法 紀錄你的生活 會是更好的 那剛剛那個檔案 他已經毀損了 不過結果應該 我看他應該會自己紀錄 沒有 OK 那怎麼辦沒關係 我再把重點 回顧一下 一 你可以用文字 因為他基本上應該要復原 一的話就是說我要取得第二個字 所以我用什麼 文字裡面的MID 所以這個可能要 自己要熟悉 取得他第一 第二個字裡面取一個字 其實你慢慢就會有個那個 有一個慣性 有個FU 自動就可以把這個做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你在怎麼樣 因為剛剛我是坐在旁邊 可是我如果不希望多一個欄位 是多餘的欄位 那我應該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等號的後面這一段 把它剪下來 做什麼呢 你可以插入到第二個邏輯裡面 一副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貼上 按右鍵貼上 這個有沒有 等於 剛剛不是等於多少 這個的結果如果等於1的話 記得喔 前後一定要加那個雙尾號 那我就是男 反之的話呢 就是女 OK 那你就是輸入男 反之就是女的結果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按確定 結果向下填滿 就OK了 有沒有這樣更簡單吧 OK 不過你要熟練 記得喔 就把二合為1 OK 至於其他的話 像這個MID 這個練習 如果我要從開始取四個字的話 其實喔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插入函數 開始的話就1嘛 那一樣切到文字 找到MID MID的這個函數 然後從開始 從開始意思是1啦 從第一個字 我要取四個字有沒有 從開始1嘛 取四個字 按個確定 應該是什麼呢 0551 按確定 不過喔 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這個結果變這樣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以後遇到這種情況 很簡單 1 請你按滑鼠右鍵 找到儲存格格式 再來的話特別注意喔 他這邊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被他的格式改成文字 就會變這樣子 那怎麼辦呢 改回到第一個 數值喔 請你改回通用 預設是通用喔 按確定 那現在還沒有恢復 怎麼恢復喔 很簡單 再把 游標放在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再打勾一下 特別說打勾一下喔 欸他要恢復了 就是結果 特別說主要關鍵是因為 按右鍵儲存格式裡面喔 他這邊呢 被改成文字 如果你被改成文字喔 顯示出來就會是公式 而不會是結果 OK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問這個問題啦 好 那大概是這樣 向下填滿就自動完成 不過 如果你要改的話 從第八個 從第八個字取五個字 第八個應該是SUNY吧 所以這邊可以改 第八個字 取五個字 那你如果用向下填滿再修改的話 你就是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可以嗎 SUNY 然後從第三個字取兩個字 從第三個字 所以這邊改成三 改成兩個字 第三取兩個字應該是 乘七吧 打勾 OK啊沒錯 那至於其他像Labs跟Right 這比較簡單 所以留給各位自行練習 或者自行看影片喔 自行再去了解怎麼做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看綜合練習 剛剛講這一題喔 那這一題的話就是說 我剛剛講到的我題 如何怎麼樣 把後面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把它放到手機這個欄位裡面 而且是要完整的 像上面顯示的這一個結果 該怎麼做 這裡面的話喔 特別注意喔 那不是圖法鏈鋼喔 你就是什麼 要懂得如何用串接 在Excel裡面特別注意喔 它會提供給你第一個串接 第二個就是你用裡面的那個 剛剛用的函數 所以你文字的串接 首先第一個先打個等號 等於什麼呢 我開頭一定是09 所以跟他講說文字嘛 記得喔 文字一定是雙引號09 後雙引號 後面呢 再串接它 串接它 串接特別注意喔 怎麼串接喔 請你記得會有個符號叫 shift 按7 數字7 這個end 這個end 實際上就是串接 end嘛 ok 又是09 end什麼呢 再來就跟他講說 我09 我要得到的結果 09 然後end 後面加11 所以你就點一下這個儲存格 或者打F4也可以 09 有沒有 它就幫你把11 放在09後面 當然你可以 公式如果還沒打完沒關係 你可以先打勾 看一下結果OK 09 有沒有 0911了 但還沒結束怎麼辦 沒關係 再點一下 後面還有什麼呢 end 一個什麼呢 減號 減號的話呢 就是一個雙引號 一個減號 你可以再打勾一下 0911 一個減號 再來什麼 這個東西 這個的話end 但如果你現在點一下它 它會是什麼 84 可是我缺什麼 缺0啊 你總不可能說end end什麼 end一個0 end一個0 然後再end一個G4 這樣可不可以 看起來可以 不過你像這樣填滿就會出狀況 為什麼 因為不應該加0的 也加0的 它電話一定打不通了 對不對 你不能客服人員打一個電話 結果 結果是空號 那就麻煩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 你要解決一個問題 判斷什麼 它的字數 一定要三個字 所以三個字 那我怎麼知道裡面是不是三個字 你可以配LEN 用LEN去算它裡面有幾個字 如果它裡面呢 是一個字的話 那3減掉1 那就補兩個0 所以repeat 兩個0 OK 你們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如果它是 LEN算完兩個字 那就repeat一個0 所以這個地方 它有提示 請你用end的符號 加rept加LEN 做出這個的結果 怎麼做 想想看 這一題倒有點難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怎麼樣 透過rept加LEN 做出我要的結果 來試一下